HELLO, 我們是G-CHANNEL 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畫面上的 鬼滅之刃, 黏土人 如果大家還記得, 上次我開了炭治郎 我一早已買了禰豆子 沒時間開 放下放下, 出現善逸 沒辦法, 一定要開, 因為太多 放在家裡, 在箱裡就不會過癮 上次開了炭治郎 今次我準備開禰豆子 因為禰豆子的箱子可以掛在炭治郎背部 善逸就留在下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看善逸的話 記得留意下次影片 事不宜遲, 馬上開禰豆子 現在進行開箱 首先, 先開箱 打開 然後, 整隻 拉出來 哇 拉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有個空間的禰豆子樣子 好 下面有個內容 大約這個套餐內有什麼內容 還有玩法 最重要的部分 炭治郎可以用來禰豆子的箱子 好, 跟大家看看 裡面有什麼 首先, 揭開它 打開一層後, 會看到一個箱子 很漂亮的箱子 可以用來禰豆子 可以用來禰豆子 可以放入小禰豆子 另外 其他配件 好, 最重要是有禰豆子的樣子 先拿出來 禰豆子仍然是帶著防疫面具 和上次炭治郎一樣 整隻如果不拆的話 基本上已經可以用來禰豆子 另外, 如果你想做不同動作 和禰豆子換臉 揭開底部給大家看 底部和上次禰豆子仍然是有一塊底板 另外, 手也會用來禰豆子 好, 現在去組裝一些動作 然後放一些姿勢給大家看看 組裝了, 其中一隻 踢腿的動作 先說一下組裝時的分享 整個組裝很帥氣 不過, 因為太多頭髮刺出來 組裝時很容易刮花 有點擔心 因為要拔、插 怕再拔多幾次就比較容易斷 整體整個組裝很帥氣 頭髮都做得很好 始終是一個可動性的黏土人 可能回來, 這麼多動作做一次 然後, 擺靚靚的放下就算了 因為經常拔插插的位置 很擔心撞斷 而且後面這個支撐架位 亦是比較難刮刮 經常覺得好像就斷就斷 這個是組裝黏土人的分享 就跟大家說回來 組裝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而且不要用手指甲撞到 很容易會掉色 我亦會組裝多幾個 不同的動作給大家看看 欣賞這次 這款可動的黏土人 禰豆子會有不同的表情 還有動作 還有最開心的就是禰豆子的箱 可以讓禰豆子跪在這裡 亦可以讓炭治郎揹著 如果你買了炭治郎的話 都要買妹妹 否則就會失去箱 好, 今次禰豆子黏土人就開到這裏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留言 下次我會開到善逸的黏土人 到時可以三隻放出來給大家看 好, 下條影片再說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